这是十天内清松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你先保密 谁也别说 行 我心里有数 这个苏景荣你们打算怎么办 梁润口中的苏景荣是苏淑雅的爹 也是沈清松 梁润 朱晓峰等人出入行武的领导 梁润和朱晓峰也是苏景荣提拔上来的 可以说是他们两人的伯乐 如果不是后面沈清松发生了那件事 他们也不会有机会知道苏景荣的真面目 也不知道苏淑雅是不是他爹故意安排到白山村的 这也好 我们可以拿这个苏淑雅当一个突破口 这丫头虽然不知道他爹做的那些事 但妇女俩却是一个德性 那就好 你嘱咐清松万事小心 我们这帮人就在他身后当坚强的后盾 那个赵人凤天天待在家里 还有个沈翠翠天天在后面鬼一样的盯着 你说的那个计划再不实施 到时候清松哥和那个贱人的感情越来越深 还有我什么事呀 小雅 有我在后面为你出谋划策 你先别着急 我们挑个赵人凤不在的时候接近沈清松就行了 而且沈翠翠那个草包不足畏惧 那你想好 怎么让清松哥不得不和赵人凤离婚 然后娶我了吗 等明天你就知道了 对了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吴燕被抓到公安局去 到现在都没消息 他不会把我们给供出来吧 算上第一次给他30块 万宏总共在他身上搭了80块 没想到吴燕这个不争气的农村妇女 是还没办完就被抓了进去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万宏差点没气地吐血 放心吧 他在村里造谣的事很多人都看见了 而且还是被他老公实名举报的 这是有证据的 而且我给他的钱是一些毛票 他没法指证我们的 之前沈清松也为苏景荣一手提拔了他 对苏舒雅的态度还算可以 苏景荣当初为了上位结下不少仇家 好在生下两子三女 儿子继续走他走过的那条路 而女儿则用来笼络那些曾经被他陷害过 现在又能重新有机会恢复身份的人 上一辈人的恩怨 沈清松不希望牵连苏舒雅 可现在看来 苏雅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在万宏踩好点之后 苏舒雅还让万宏给他准备了药 只要沈清松一碰到他 两人就会干柴烈火 生米煮成熟饭 救命啊 沈清松早上沿着河沉跑式宫里 心里只想着怎么和赵仁凤拉近关系 压根没听到苏舒雅的呼救 等跑了两公里回来 听见隐隐约约的呼救声 他这才反应过来有人吊河里了 看身影和面容都和苏舒雅有些相似 沈清松也没放在心上 跑到第三圈 迎着沈家大门口来了个人 正是沈清松的老战友 上次领导视察军方派来的代表郑九明同志 小郑 河里好像有人掉下去了 你去看看 我这正跑操不能停 苏舒雅看着河边的身影越来越近 他立刻伪装出手足无措的样子 另一只手放到口袋里 拿出万红准备的药 又吃了一颗下去 等郑九明游过去的时候 苏舒雅的意识已经有些不清醒 溺水昏迷的人要做人工呼吸 他这样相当于占苏舒雅便宜 可如果不这样 苏舒雅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眼见着苏舒雅还是没醒 郑九明狠了狠心 捏住苏舒雅的鼻子 松哥帮我找个地方 我和苏舒雅换下湿了的衣服 都湿透了 小郑今天怎么突然过来了 还抱着苏舒雅进来的 我早上晨练 远远看到有个人落水了 可我再跑步不方便 正好小郑过来 就让他下去救人了 好端端的一个人 怎么会突然落水呢 是出反常 必定有妖 吃早餐了 一家人好不容易起火了 还来了小郑这么一个稀客 聚在一起吃早餐 谁也没提苏舒雅的事 沈青松也当作不知道 苏舒雅慢悠悠睁开眼睛的时候 就看到自己这是在沈家 他那天借着李梅带领来过这间屋子 是以前沈庄的屋子 现在已经没人住了 李梅已经收拾出来 当作了客房 他想铁定是赵人凤 那个懒婆娘还没醒 沈青松不方便带她回房 所以就把她放在了这里 转眼一看 自己的衣服已经换了 苏舒雅感觉稳了一打扮 有 有人吗 我 我这是咋了 小雅 小雅 你可算是醒了 还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听说你是落水才变成这样的 可把沈子吓坏了 苏舒雅没注意到 李梅怪异的脸色 一脸娇羞的坐在炕上 乙和心雀跃的快要炸裂了 哎 都怪我不小心 今天早上失足掉到河里 青松哥路过刚好看到 只能把我从河里抱上来 大约是我那时候呛了水 意识有些模模糊糊的 感觉到青松哥给我做人工呼吸 真是要感谢他救了我 可我和青松哥也有了肌肤之亲 从此以后我恐怕是没办法嫁人了 我 反正年纪也有二十二 做个老姑娘也不要紧 我 我不会怪青松哥的 苏舒雅说着说着 还从脸上挤下两滴虚伪的泪水来 你先好好休息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你爹娘一个交代的 青松哥知道这是吗 他能愿意吗 李梅嘴角扬起一丝僵硬的笑容 他没和苏舒雅再多说什么 转身走了出去 他走以后 苏舒雅一个人坐在炕上 高兴的手都快没办法握紧了 他刚才说的话你听见了没 他这事做得实在太缺德了 以前他跟在我们身后玩 大家都当他小顽皮 这回可不能再把他当成小孩子了 既然做错事 就应该承担做错事的代价 郑九明这次来还有事情要办 也不能在苏舒雅身上浪费太多功夫说完 步履沉重去了药材田 留下李梅沈见两夫妻满脸无奈的对视了一眼 给京士苏家打电话去